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尼西姆原本是菲利门的奴隶 在当时罗马社会 奴隶制度是很普遍的 但有一天 他跑掉逃走了 也就是他从他主人菲利门家落跑了 你想想 一个奴隶在当时离开主人家 这是多糟糕的事情 若他被抓到会有什么下场 按照罗马的律法 是一当初死刑的 没想到阿尼西姆在罗马认识了保罗 保罗带他信主 保罗那时在罗马正被囚禁中 第十三节说 保罗原本有意留阿尼西姆在他身边服侍他 但不知阿尼西姆原本的主人 菲利门的意思如何 所以保罗于情于理于法 就让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 先尊重他原本的主人 但也知道必须为阿尼西姆做点什么 否则一个逃跑的奴隶就这样回去 不知后果会如何 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处理 学到如何当一个和平使者的一些原则 首先第九节说 保罗是凭着爱心来求情的 在神的爱中是化解嫌隙 重新能恢复关系的基础 我们在神的爱中 才能从神的眼光看待彼此 知道对方也是神所爱的 知道自己也是必须被神所饶恕的那个罪人 第二肯定对方的优点 第五节保罗提到 菲利门是位有爱心和信心的人 保罗肯定他的为人 也希望他的优点能发挥在对待阿尼西姆的身上 第三 愿意舍己承担应有的责任 十八节提到 保罗愿意偿还阿尼西姆对菲利门的亏负 等于替阿尼西姆担保 勇敢承担应该有的责任 并没有利用所谓的爱心 我觉得这是很明智的做法 特别是在金钱财务上 必须很清楚也很明智的处理 才不会造成往后的疙瘩和后续的问题 第四超越律法的要求 十字节提到保罗希望菲利门对待阿尼西姆的接纳 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 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神爱人 保罗的论述 要求的立足点是神的爱 和遵行神的心意 唯有从神来的爱 才能放下应有的权利 和不在乎造成的损失 第五 提出另一个人的优点 第十节说 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有益处的意思 保罗说阿尼西姆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是可以为菲利门带来益处的 保罗在此并没有去处理 反抗当时普遍的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是一个大的社会议题 一直要到十九世纪 神兴起另一群英国议员 就是威伯福斯特 他们耗时多年才终于废除奴隶制度 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保罗当时被囚禁 他有许多的限制 他没有办法抢救所有的奴隶 但他做他可以做的 就是一支笔一张纸 用他擅长的文笔 树枝以礼 动枝以情 写下了这封书信 为个奴隶的自由 和有机会重新出发来努力 或许我们在许多的奴隶里面 没办法做许多的事 但求神给我们亮光 给我们智慧和勇气 哪怕我们只能做一点点 只能尽微薄的一点点力气 但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 人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可能也要有智慧 并不是把别人成功的例子的做法 套在我们碰到的问题 这件事情要不要说 何时说 怎么说 什么场合说 这些都需要一一在祷告 寻求中求神引导 我们才能成功去 make the peace 成为和平的使者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书信 我们透过保罗的智慧 他的爱心和勇气 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帮助我们今天就能够去使人和好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